怎麼走呢 我們透過下一張圖法 可以看得更清楚 其實目前海面上兩個颱風 不過不用太過擔心 是5號颱風牆密 可以看到距離蠻遠 而且未來持續的不會影響到 那至於說 接下來看到是在6號的米克拉 米克拉它的其實強度 現在逐漸要減弱當中了 現在在大陸福建登陸之後 澎湖首先已經是脫離了警報範圍 因此在早晃的時候 澎湖地區的路上警報 已經是解除了 不過金門還是在警報範圍之內 在警報單上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目前它在金門的西南西方 持續往著北的方向來走 那速度算是蠻快的 時速29公里 過去的最大陣風 每秒來到23公尺 瞬間最大陣風 每秒已經來到30公尺了 往北來走 那七級風的爆風漫近120公里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 在金門地區依舊還是在暴風圈之內 而另外還有在海面上的風浪 也是持續的非常強勁 金門附近沿海地區 有出現十級的強陣風 所以海上活動 在今天都是不適合的 至於說整個戰雨的情形 在今天全台灣有17個縣市 還是會有好雨或是大雨發生 您可以看到 雖然颱風已經是逐漸離開了 不過因為有低壓帶 以及溫而環流影響 所以今天整個南台灣地區 要注意了 還有整個東南部地區 還是會有比較大的雨勢出現 到目前為止 在台東跟屏東的雨勢 是比較明顯的 我們透過雨浪累積圖 就可以看到了 現在在台東縣的金峰鄉 累積已經有186毫米 台東縣的泰馬里 也有170多毫米 至於北南鄉 同樣是破百毫米 降雨的情形 現在比較多 主要就是在台東縣市山區的部分 今天會有好雨出現 在這個好雨特報就可以看到 我們看到今天包含了整個 台東縣的山區 還有呢 屏東縣山區 台東縣 今天都是有好雨發生 那至於在大雨的行情 包含了澎湖地區 金門地區 以及雲林以南地區 都會有大雨發生 那至於北台灣地區呢 上午天氣滿好的 甚至是大太陽 但是要留意在中午過後 中午過後 大台北地區 還有中部以北的山區 就有機會有大雨出現 在下午的時候 短時間降雨可能是比較大的 所以還是要嚴防有一些 可能山區會有落石探方土石流情形 那堤湖地區也要注意 這個短時間的強項 會造成堤湖地區 擁有淹水的狀況 還是要留意下 今天的天氣還是屬於整個 是不穩定的狀況 所以包含了再次的提醒 屏東縣的山區 台東縣 現在雨都還在持續下 而且都是破百毫米 今天這個時間 一整天還是要留意 那據說整個定浪降水 就可以看到了 今天白天呢 全台各地都有降雨的情形 只是時間點不太一樣 我們剛剛提到 其實在整個中部以北的山區 雨會是降在午後 但是現在包含的南部地區 以及東南部地區 雨都還下 到了晚上呢 雨就已經慢慢停下來了 整個中部以北地區 雨都停了 但是南台灣地區 還是有點降雨的情形 南台灣要到明天之後 天氣才會穩定 未來整個天氣走勢 我們帶你來關心 首先看到在周二 也就是今天 今天北部地區 是屬於一個 午後雷震雨的天氣 因為整個天氣狀況 整個大環境還是不太穩定 上半天是好天氣 但是下午過後 山區雨勢還是比較大 那南部地區 今天就是受到 颱風的影響以及低壓帶 所以南部的雨 將會下一整天 到晚上過後 才有機會停下來 到了明天 天氣就是回復到一個 比較穩定的天氣形態 中部以北 海上盛防會有 午後雷震雨發生 從周四開始一直到周六 天氣越來越理想了 這個時候高壓再增強 不過呢 在午後還是會有降雨情形 那高溫炎熱還會持續 所以整體來說 今天天氣還是不穩定 要到明天過後 才會越來越理想 提供給您今天出門呢 還是記得帶把傘 以及海邊的活動 都是不適合的 把時間還給前輩